本一哥 江天一 以4比3喔 其實他的有點驚險 最後還是Timo Bo順利勝出 那第二輪的部分呢 則是碰到的是 埃及選手Omar Azar Timo Bo其實以在歐洲選手來說 目前真的還是整個基戰法來講 是最為完整的 而且他的球路也非常的成熟 看他打球就是一種享受 不管是波爾從年輕或者是到現在 算是已經接近老將的一個程度了 他就是老將了 但是一直是列為中國的頭號對手 是 但曾經在他巔峰的時候 中國隊也特地為他哭死了 研究他破解他的花了一段時間 當然Timo Bo的打法是 左手橫板兩面的弧圈結合快攻 所以因為他的左撇子的效應 所以其實後來對於這個 左手的判出手的這種球路的判斷 其實也成為大家一度非常在研究這件事情 對 像他的成名的技術就是在於 他發球的逆拳轉發球 當時他有一年的世界盃比賽 就是靠著這個逆拳轉發球 然後順利擊敗了不少中國隊的選手 他也是上次平野梅雨他連續擊敗三個中國選手 然後獲得亞井賽的時候也順帶提到Timo Bo 他也是世界唯一幾名能夠在一次比賽上 同時擊敗三個中國選手的一名選手 當然Timo Bo的戰功輝煌已經很難 真的如果要做他的圖卡來講 他的冠軍的話大概三頁做不完 當然他成名早所以也被研究得多 不過這幾年因為這個世界桌球的球打法 大概是比較也沒有到見區一致 但是彼此歐亞之間的球風其實會互相學習 當然像Ocharov現在也都到拼操去打球 那甚至有時候教練團的成員也 疑急的就不講了 就是也是會有可能會請到大陸的教練來指教 比賽已經開始 像觀眾陌生的金東賢選手 他就是比較屬於傳統韓國打法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正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 絕對性的一板正手發力 那種速度啊質量都是沒話說的 所以他這場比賽會常常看到他尋求用正手去強 強行得分啊 當然對於男子桌球的來說 這個南韓 當然過去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消球的朱石賀 當然這幾年鄭榮池很像頂祥恩 不過他們的排名相對來講 就沒有像日本隊來的這麼的平均啊 對 現在就是桌壇趨勢就是走得非常的極端 要嘛就是把你的單一的技術特點發揮的零零盡致 是 就像韓國啊就單一戰手把你發揮的零零盡致 要不然就是要求技術全面化 全面無視角進攻啊 那你說帳本之和嘛 對 好現在南韓最高的就是 李尚珠或李向羽 李尚珠目前是3 再來就是 京東賢目前排在的南韓裡面排在96 世界排名在96 所以他這次能夠突破重圍真的也不容易 哇 提摩波大角度 再欣賞一次 反手 這個角度調動得非常的大 好球 好球 先把京東賢鎖在左邊的桌底啊 以大角度的回到了台桌的正中央 哇 這個遊戲是 其實摩波回的已經很不好了 結果京東賢回的更糟 他利用那個時間差啊 然後雖然那個回球速度不快 但利用時間差 已經讓京東賢在回球的時候 已經把自己的正腳已經有點失去了 是 喔 好球 對 波爾他雖然他打法不是說非常來的兇狠 但是他處理每一板球都非常有調理喔 該輕就該輕 就該發力就發力喔 好球 現在只能做防守京東賢 哇 這個時候等到了T-MOPO自己的進攻失誤啊 喔 對 像看T-MOPO打球 就會想到 中國 有一位家人提到的一句論點說 打乒乓球最高的境界就是要合理喔 對 可是這合理的定義對美感來講又是 就要一能而異 沒錯 當然 T-MOPO這個階段的合理 又跟張本智合又不一樣了 韓國隊目前排名最好的 除了李尚竹之外 再來就是 這個陣容值 在15 再來 這個 張宇正 在34 以及丁祥恩在37 當然 張宇正跟丁祥恩都曾經在前十過啦 所以他們自己 目前確實 南韓裡面並沒有比較 突出 然後就像當年的朱士賀一樣 可以消翻全天下的這種 一線的選手出來 畢竟這幾年 韓國還是 不斷的 嘗試給新秀機會 想要做一個 改朝換代的一個 換血的動作 哇 好球 哇 順著沒有人知道 金夢波這球會這樣子回 而且回在那個角度啊 我們再看一次 在擊球最後那一下 臨死突然改變了 一個派型的角度 對一個 Inside Out的推出去喔 哇 這個如果 穿在高爾夫來講 有可能可以 很順利的推上國嶺 7比7平手 哇 反手的壓制讓 金鐘賢最後是出現了失誤 8比7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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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金鐘賢和 Timo Bo兩個人的對拉 金鐘賢幾乎 已經拉到沒有角度了喔 對 在力量上面 確實是金鐘賢比較大力喔 是 波爾他每一下在拉的時候 拉的 都是把 要求每一下的落點 都要求得非常刁鑽喔 好球 在對拉沒有搶下分數之後 現在Timo Bo已經搶到了 第一局的局點 10比7 哇 差一點又救回來 不要看Timo Bo36歲 其實 當然還是有差 那個瞬間的反射還是有差 可是你看他這個 角度對你彈到這麼邊邊去 他還是可以勾到 差一點就勾回來了 其實跟一些經驗上也是有關係的 因為你經驗 累積的夠久的話 你 即使 身體做不到 但是你還是能夠提前去預判的 好球 這一次 金鐘賢自己的 合集失誤喔 讓Timo Bo在7比7 擺脫 7比7的糾纏之後 現在是以11比8 先搶下的第一局 也取得1比0領先 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換邊之後金鐘賢一上來就搶攻 在金鐘賢的時候 可以試著多在鏡台上去做進攻喔 不要說進攻擊板的時候 自己站位也慢慢往後退喔 因為打到中台多拍相持對阿這個技術的時候 是屬於歐洲打法他們的特點喔 嗯哼 所以能夠發力的時候 就盡量保持在前台去做一個進攻喔 沒有必要說 讓自己的站位也慢慢往後走喔 好球 2 1 我現在對Timo Bo來看喔 他現在在熟悉金鐘賢的這種 呃 打法 其實金鐘賢的正手的威力還是 稍微比較大一點 對 好 所以他要怎麼 應該是對於Timo Bo來講 剛剛在局間的時候 這個教練 應該提到 應該是要避免讓 金鐘賢有很好 正手可以上手的機會 對 在金鐘賢的時候 感覺他整個整體節奏 有點被波爾帶動的走阿 因為波爾他 基本上就慢慢的來 就慢慢的處理 每一板非常條理的去跟你做進攻 但是金鐘賢的時候 他可以試著把自己的節奏 速度再往上加上去喔 沒有必要說 跟著波爾的那種慢節奏走 這樣反而會失去自己進攻的步調 那Timo Bo打球就像球評剛剛提到的 他是這個最合理的選手之一喔 就換句話說他就是比較條理分明啦 發球過度起板 回發 回這個防守 但 如果我還蠻想看Timo Bo打張本智合的 看兩種套路完全不同的怎麼來處理 哇 這是好不容易有對拉的機會 結果 自己也沒有辦法好好的掌握 金鐘賢在絕對發力那一板 是有存在優勢的喔 所以他 可以先試著說把 弱點帶動開來再去做進攻 這次改變打法 直接發之後就反手回擊 效果還不錯 發球上來講比較沒有什麼壓制性 所以對金鐘賢來講就要看 怎麼樣能夠 掌握好機會自己來起板來發力 在發球方面可以再做一些更大膽的去變化 3比6 哇 金鐘波很難得連續兩個自己的失誤 4比6 4比6 這個的 在被動的時候站位可以再往前靠一點 因為波爾她並不是說還這麼大力喔 所以她有時候可以試著把自己站位往前調 然後把自己的防守範圍縮小 但我覺得他因為他自己想要 邱平講的這部分應該是他 會不會因為他自己太想要尋找起手起板的空間 他想要說在等波爾曼的時候 想要轉過來想進攻 可是一方面你連第一下前兩下 你自己在處理防守的時候 在過渡的時候都還沒有調節好 就想要做反攻的時候 往往的時候前面還沒顧好 你後面當然也走不到 哇 再次的好像確實如邱平所說 他站的距離這個台子的空隙 是稍微大了一點 所以當然相對來講 他要把球拉過往的幾率也會再 難度也會再增加 看到自己球都是他自己的回擊掛網 但因為現在很多年輕的選手 甚至是剛練習在打足球的孩子 他們會很享受這種進攻起板的感覺 所以會稍微的比較把空間拉大 不過這次的局點 Timo Ball沒有 先送了一個給金東賢 帥就是帥 回空了還是帥 哇好球 6 6 不過每次金東賢如果騎板都要跌倒 他真的要有把握一擊必殺 不然回訪很難 很難 這個可以即時趕上 10比6 就兩個局點 9 對 他反手的時候可以 可以先試著把自己的命中率提高 然後站位靠前 因為你就先 先鎖 鎖著過去的時候 其實不過他也不會太兇的給你回擊 是 對 不過金東賢另外一個比較大的 哇 可惜這次Timo Ball的落點回得很深啊 所以儘管 金東賢是試著想要再做反手的回擊 因為前面的這三球 舊的都靠反手 但是還是 差了一點點 在第二局 儘管 在後半段 他忽略了說在前台的時候 他反手的 那種 穩定性 換句話說如果套路沒有分明 其實好像也很難 讓對手陷入你的陷阱 不過套一句中國常說的話 Timo Ball是桌球的老司機了 所以 這個 在你要去設計他 引誘他 掉入你的陷阱 如果你沒有太好的把握 或者是球路上面 沒有很好的優勢 其實反倒是你掉入他的陷阱 比較容易 開局又是一個3比0 看得出來 金東賢其實打得滿 糾結的 可是他自己拿手的正手的 那一板 又不是 可以像張本智和這樣 無時無刻的都可以發揮喔 這板應該已經可以把金東賢的信心 可以擊潰了 再準備要回防自己的近身 結果反倒是在右半邊露出一個大空檔 哇這球想要命也沒過去 對啊在這種小範圍 小的跑動範圍桌球運動中 然後把人家回擊出一個S球 那種感覺確實蠻爽的 好再一次 哇突然變了一個節奏 哇 這就是我們剛剛有講到 如果金東賢每一次的起正板 都要這樣子疊出場外的話 他的回防是絕對的漏洞 這球的時候如果說他 不倒地 利用自己的重心去做發力的時候 他只光先拉住的情形 被人家防懷那個角度 確實也不好跑到 不好救到 他乾脆就利用自己全部的身體的重心 就把力量全部寄託在一板上面 好球 哇在前面連吞了 被Timobo拿走六分之後 總算修平提到的一擊必殺出現了 因為他的這種 簡單來說 就不要命的打法 真的就只能靠他的這個一擊逼下去 讓對手沒有辦法接 他才有得分的空間 不然 他每一起板的就疊出去 相對來講他的後防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謝謝 Timobo感覺好像還沒流汗 今天 金東賢他除了 剩下正手一板得分的情況 他在不管是在接發球 甚至在發球的套路上面 還是沒有找到一個很明顯的突破口 對方也對Timobo來講 piece of cake 一開始就已經 掉到對手了 應該說接發球就已經讓對手 掉到自己的陷阱裡了 哇在第三局很快 本來Timobo要上圓一場玩瘋了 一局的玩瘋 金東賢有點 打到害怕了 其實很多 他喜歡的可以扣的球 殺的球 他自己也都輕了 所以第三局 Timobo其實 我就說 他剛剛那個 你球評提到的 桌球上的S球 把金東賢的士氣也打到趴了 在第三局 Timobo來一個大比數 11比1 得取得3比0領先 距離他的四場賽的門票 只剩下一局 金東賢 當然在打完前三局 戰況沒有什麼太大的懸念 不過反倒是 金東賢這種進攻型的選手 沒有辦法發揮自己的優勢 是比較可惜的 對 1-0 很快在第四局 一開始就拿到了第三局的分數 不過其實 對金東賢來說 能夠達到這個階段 其實他的技術層級 一定還是有到一個階段 只是說他現在 他的 球路完全被 Timo Bob 刻住了 對 這個時候通常 像剛剛在舉檢 我們也看韓國多德教練 也跟他講了很多 不過 這個時候通常教練 會怎麼去鼓勵選手 鼓勵選手 就可能是在於 技戰術的調配吧 因為我認為說他可能是 就是 把太多的思想中心放在正式位置 是 然後把他自己 防守啊 甚至反守 該上台啊 或是該穩定 該過渡的時候 然後 還是有一些忽略 所以導致他今天打起來 可能是 感覺有點 有點亂喔 感覺不是 不知道這球該發力 還是該調節的情況下 他還是硬性去做薄殺 兩個人 現在出現 自己的發球失誤 也不太常見 好 金鐘賢第二發 金鐘賢第二發 金鐘賢上手 防守就是最好的進攻 當然金鐘賢自己的正手的成功率 也沒有那麼的高啦 對 可是有時候 像往往力量大的人 他就會忽略說 一些線路的問題 對他可能就會提起 就是說 單一個線路就可以把你拉穿 然後像波爾他可能 或是像上一條單元消息 他力量比較輕的人 他可能對於線路的意思 比較清楚 可是就比較可惜說 如果今天金鐘賢 他力量那麼大 情況下 如果又可以搭配一些 線路上的一些代替的話 那是可以 可能會做出更好的效果 所以有時候 還是不能太盲目啦 對 打球如果一旦盲目 就比較沒有辦法冷靜 當然其實這個都是 我們在旁邊看 這樣講很單純 不過就是在場上 你在接球的那一瞬間 其實你 有些很多因素存在 對 有可能有些球的旋轉 讓你沒辦法去做線路的改變 沒錯 對 金鐘賢先來上手 好球 好球 這次正反交互應用 稍微讓自己的 這個沒有爆衝衝出頭 4比5 好球 這樣子疊出場外 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對手已經 沒有辦法做回擊了 這個就是一個漂亮的出場 帥氣的出場 他打法確實有點像 直拍選手 全部就是把 我全部身體的重心 就寄託在一板上面 我就拉過去 你防禁我也不要了 簡單來看的話 就是金鐘賢的打法 比較賭博 Gambolling 就是賭博式打法 你救的回來 算你厲害 我這一分也不要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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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球 這一球 幸運的翻過了網 6比6平手 這是比較 對金鐘賢來說 是比較可以讓自己 信心提升一點 其實前兩局都還算可以 有來有網 雖然自己的發揮不是太好 不過 都還算 都簡單來說 都是被金鐘賢壓的走 這一局 稍微比較 感覺 金鐘賢有打出自己 習慣 對 跟喜歡 的方式 對 一方面也是柏爾 可能在 這一局的時候 可能經歷 有一些走散 像今天出現了兩個 這局出現了兩個半數台 自己進攻 揮空了 這球如果可以拉進來 金鐘賢就真的厲害了 已經在台子下面了 7比7 再度行程拼手 現在這種絕對 劣勢的情況 已經沒有 給金鐘賢能夠犯錯的機會了 確實金鐘賢也在現在 剩下的球裡面 就是只要 可以搶攻 他也不縮手 對 8 7 相對來講 就是成功率真的會 比較低一點點 因為有時候 就像前面說的 合理的球 跟不合理的球 如果你都用進攻的方式 來做 對應 那效果當然就 完全會不一樣 你看 有時候也不是真的說真的 球球都要過度 可是好像不過度 你也真的 沒有一個比較好的 使機點 連續三球 自己的失誤 金鐘賢在7比7 平手的情況下 現在是送上大禮 這個大禮包很有可能 就要讓 Timo Bo直接 進入到四強賽了 哇 賽末點 一個都沒有浪費 Timo Bo再以11比7 拿下了第四局之後呢 在這場 八強戰的 最後一場比賽當中 以直落四 打敗了 韓國的選手 金鐘賢 那恭喜Timo Bo最後 也闖進到了 中國公開賽的 最後的 男單四強 他將 要和 莊本智和 哇 這位日本隊的年輕小將 要來進行最後的四強賽了 我們請大家 再稍微休息一下 稍後呢 會Eleven Sports